知名NFT交易平台空投牌行榜冠军 名字英番中就是麻吉大哥 没错他就是黄力成 近来被网友称作是NFT界的萨诺斯 就像电影里的萨诺斯拥有无限宝石 弹指尖就能摧毁一切 黄力成光在2月24号晚间 就大量抛售137枚的无聊元 获利约8000多亿泰币 价值约4亿泰币 今天只可以聊命的事 黄力成近年活跃于区块链 这回成为抛售NFT界的大户惊动全球玩家 不过黄力成遭到质疑 大量抛售恐导致市场价格崩跌 是否再借此低价买回大户爽户利 但小玩家该怎么办 有专家指出大量交易 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平台积分的额外奖励 他要来回交易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想要去赚钱不略的空投 但是他抛掉然后低价接回来 对他来说一样是有获利的 先前引发割韭菜争议的黄力成 二月初才发布推特 你最爱的网红会割你韭菜 但我建设的项目可以造就百万富翁 如今没想到又再度引发割韭菜争议 马基大哥一直在NFT界他算是蛮大户的使用作 但是大家当然都会很注意他的动向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被大家发现说他到货 NFT界大者恒大 专家也指出随着加密货币进到熊市 NFT的交易也降温 有约九成叫小型或是默默无闻的NFT 已经遭到市场淘汰 建议选择指标型的NFT操作才不会写本无归 三立新闻要超成李文科台北报道